歡迎加入直播不尷尬 新手主播避雪的全粉筋法課程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電單發展比較快的市場 幾乎都是用直播的方式來跟客戶做溝通 那平台呢 它到底希望你直播還是不希望你直播呢 當然希望你直播 因為現在以前我們的方式是發文啊 發影片啊 發照片啊等等 但是呢 現在平台呢 希望你直播的方式 讓他的會員們臨著度更高 也希望呢 他的會員能留在平台的時間更長 所以你的一場直播 其實是為這個平台帶來更多的會員 更多的流量 所以如果你現在願意直播的話 它給你的流量會更多 那直播的方式呢 因為時間比較長 然後 你如果很精心製作內容的話 你的內容是優質的 是好的 客戶留下來 粉絲留下來 會員留下來 平台呢就會喜歡你這個帳號 所以我今天呢 會以我是電腦工程師的角度 來跟您說 怎麼來經營直播 並不是說 只是在上面唱唱跳跳 然後跳跳舞 我是唱唱歌 將近的流出粉絲 NO 台灣人對於電商的直播呢 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就是我們不懂如何跟平台之間拿好關係 那我本身是二十幾年的電腦工程師 我是寫程式出身的電腦工程師 所以我懂平台的運作 平台的演算法 而且將來也是一樣 直播絕對會是平台最重視的一個行為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直播學起來 不管你是個人 或是企業 不管你在哪個行業 通通需要學會直播 好不好 我們一起進入這個 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直播的領域 大家學會了以後呢 相信我 你會愛上直播的 甚至會上癮 我們接著看下面的課程 好 那我就用十個主題呢 來帶領大家一步一步的呢 學會直播這樣的一個技能 或這樣的方法 那其實直播的這個功能呢 在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啟了 可是有沒有發現 台灣真正在直播的人 其實非常非常少數 並沒有很多 因為大家對於直播呢 會有一個心理的一個門檻 就覺得好像直播好像是一個電視明星 或是一個電視演員一樣 其實並沒有的啊 我們從以前看三台 然後看第四台 然後到YouTube 我們就會覺得 一定要長得帥 長得美的人 才可以那個做直播這件事情 但其實直播 沒有你想像那麼可怕 其實直播它就是一個分享 但並不是一個 你一定要準備好 一個什麼特技 或是一個什麼內容 你只要願意跟大家分享就可以了 它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它當然還是有一些步驟 那我就利用這十個步驟呢 來帶領大家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是我們要網路上呢 如何抓住客戶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圈粉 圈粉當然這是一個網路的一個 專有名詞啦 它是一定要做圈粉的動作 就好像如果 電視明星也是一樣啊 它需要粉絲嘛 但是我們這裡當然不需要像明星這樣子啦 我們要先圈粉 那所謂的圈粉的意思是說 它喜歡你這個帳號 它就會訂閱你的頻道 然後當你有直播的時候呢 它會第一個收到通知 但在這裡呢 有一個點喔 要先跟大家分享 因為 其實現在做電商 或者說現在創業的人很多 其實越來越多 但是有一個點要先跟大家提醒 當你沒有粉絲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開店 以前呢 因為有很多自然流量 所謂的自然流量就是 是有很多人會出來外面逛街啊 然後呢 就自然而然會逛到您的店去了 可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當然也因為電柱越來越貴的關係 所以現在你開了一間門市 自然流量 就是自己會進來逛的人會越來越少 當然也是因為電商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出門 就可以在家裡輕輕鬆鬆的上網 然後買他們想要的東西 可是還是有人會有開店的那個夢想 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先有粉絲以後 再去開店 你沒有粉絲之前 你會變成在等等等而已 這樣不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開還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電商有一個觀念 各位應該也常常聽過 叫做心靈獸 所謂的心靈獸呢 就是O2O 它就是一個線上線下整合 所以它的建議是先從線上來 當你還沒開店的時候先從線上來 當你線上圈了很多粉絲 很多人喜歡你以後 你再來開店 這是很好的一個步驟 當你開店的時候呢 你從線上引流 人到你的線下 那這些人來的話呢 他們會 是想要跟你做近距離的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雖然電商這麼發達 但是根據專家的表示呢 其實線下也是很重要 並不能夠完全是線上 不太可能 還是得要線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電商的人 他們會辦活動 這裡 我今天會講很多重點喔 你們這句話 接下來要把它比記起來 電商是一個需要辦活動 才會有業績的行業 我講的是電商 其他行業我不知道 大業績一定來自於大活動 沒有辦活動 不會有任何業績的 所以你要學會辦活動 那我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其實你開直播就是一個活動 你可以直接線上開 我們預計喔 禮拜五晚上八點 我們要開一個什麼分享 或開一個什麼直播的一些 準備的一些內容 要跟大家分享 那個就是一個活動 或者是你們一個週年慶 或一個什麼慶祝母親節 或是一個父親節都好 那一天早上 你可以說九點就開播 這樣就是一個活動 陪大家度過一整天的活動 所以直播的好處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你想開店的人 建議大家心有粉絲 然後再來開店 好的 好 那怎麼圈粉呢 很多同學會問說 到底要怎麼圈粉 那我們直接講重點 因為直播是你這個人做直播 所以呢 我們直播靠的絕對是個人的特質 個人的性格 以及個人的人設 這個我相信 大家常常聽人在講說 人設人設 那到底什麼是人設呢 其實很簡單 譬如說 我譬如說 我是一個住在彰化 生活26年的人 這樣就是一個人設的 大家知道 喔原來你住在彰化 已經26年了 好 然後呢 我喜歡美食 喔這個人設又更清楚了喔 我是住在彰化26年的人 然後我喜歡美食 所以你可以想想自己 你在哪個地區 或是 或是你自己的興趣愛好是什麼 這樣把它串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人設 那看人家串得多細都可以 好 譬如說 我是一個在地彰化26年 然後呢 我喜歡美食 同時呢 我又喜歡彈吉他 喔 又一個人設出來了喔 那你每設定一個人設呢 大家就會去注意到 喔 你這個人的一個特色 或你的興趣愛好或專長 他們就會相對於那些喜歡你這樣的人設 所以你設好人設以後 其實就相對於 喔 你在圈哪些人 喜歡跟你有共同愛好或專長的人 OK 再來我繼續喔 我說我是自學的 喔 又是一個自學的一個人設 那如果平常他們 喔平時他們 學吉他也是自學的人 他們就會喜歡 喜歡你了 因為你跟他是有 同樣的這樣的行為的人 就是你們都是自學的人 好 然後接下來 我有在街頭表演 喔 那這個人設又出來了 你有可能吸引到跟你是街頭 喔 藝人表演的人 那另外你有可能圈到 就喜歡看街頭表演的人 這樣 所以你每一個人設其實就是圈 圈一個一定的粉 每一個人設就圈到另外一群的粉 這個就是人設的圈法 所以他其實沒有很 很複雜 而且越簡單越好 越頻繁越好 不要弄那種很奇怪的 喔 譬如說 喔我是諾貝爾得主 我專門研究化學的 這個雖然很厲害很重要 可是 對一般人來講 這個距離太遙遠了 你那個 跟我們人設就差太遠了 你去哪裏 平常找一個 也是諾貝爾得獎得主的人 這個就 給人家有距離感 所以人設呢 其實越簡單 越頻繁 然後越貼近他們 然後是很生活化的 這樣更好 所以人設沒有大家想那麼複雜 好的 那很多人問說 那到底直播 最重要的關鍵呢 是什麼呢 好 這邊跟大家講 標準答案 這真的是標準答案喔 直播等於陪伴經濟 這個概念我們比較沒有 我們比較沒有 因為以前如果你開門店的話 你店開了 當然就是你長期經營 你有那個決心 我要長期經營 所以你店會在那裡 所以我找得到你 這個傳統概念我們是有的 那在電商的領域呢 我們今天講到的是直播 那它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對 它就是一個陪伴經濟的概念 在大陸呢 直播主 如果播的好的人 坦白說他們一年喔 至少都播個300天以上 至少 然後有400多場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一天 兩場三場 所以直播呢 其實它是一個陪伴經濟 你就記得 陪伴經濟 那為什麼要陪伴呢 現在的人當然因為壓力啦 或是生活上的一個快節奏 然後 當他閒下來 或空下來的時候 他是 想要找事情做 或者希望有人 可以陪陪他聊天 那直播這樣的功能呢 剛好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需求 當我們直播打開的時候 平台幫我們通知你的粉絲們 通知一些人進來 讓他們知道你有在直播 然後讓他們進來 這時候呢 他們如果剛好有空 或是剛好現在就 想要找點東西來看 剛好又推播 他就點進去 然後就看你的直播 看看看 覺得很有趣 一下子時間就過了 其實這是一個陪伴 那當他喜歡你的帳號的時候 他就會去追你的帳號 你什麼時候還要再播 什麼時候呢 還要再開起來 所以直播 你只要做到定點 定時定量 你讓大家知道 你是在什麼頻道 什麼時間 然後定定時 就是譬如說每個禮拜幾 或是每天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段直播 他們就會等在那邊 來看你的直播 當大家看習慣以後呢 他的黏著度就會很高 所以其實直播 第一個關鍵的重點 也是第一個 重要而且很簡單的技巧 就是你要常常開直播 傳統我們的觀念就是行銷 就是我拍部影片 或我拍一張照片 或我寫一篇文章 發出去這樣 我的行銷就完成了 可是直播不是這樣的概念 直播它是需要長期的直播 長期的次數也要多 然後長期的陪伴我們的粉絲們 當你長期的陪伴他的時候 他覺得你是很用心 而且願意付出 他就會跟你的這個帳號 定度度就會很高 這就是電商直播最重要 而且成功的關鍵因素 也是很多直播主 他們成功的關鍵因素 所以當你學會以後呢 不需要太多什麼準備 直接就開起來 直接就陪伴大家 這就是我們電商最重要的關鍵 好 那為什麼直播很好呢 因為直播可以與他們 現場而且即時的交流互動 有很多人的直播我看了一下 其實他們那個不叫直播 他們那個叫拍影片 什麼意思呢 他把直播按鈕按下去了 確實是開始直播了 他也開始講他準備的內容 但是呢 他從來沒有跟線上的任何一個人互動 或者去看線上粉絲的任何的一則留言 他也這樣把他準備東西 然後把一字不漏的講完了喔 然後就說謝謝大家 結束 這個真的不是直播 那個只是你透過直播的這個 軟體或這個工具 然後錄下了你的影像 放在平台上 就這樣子而已啊 這個你覺得看的人會覺得你有在陪伴他嗎 其實沒有的 所以這個不是正統的直播 這個你只是把它拍成類似影片 然後放在上面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慢慢要進入狀況了 我會一步一步帶大家進入狀況 直播開起來 真的不是只是把你講話講完 就結束了 你必須要看看 線上有誰或此時此刻 誰有根據你的內容 然後跟你做互動留言 你就要去回應他 所以這裡也講到一個重點 大家也把筆記起來喔 直播的主題 要怎麼設定 很多人會有這個困擾 坦白說喔 我們的經驗 或是真正的直播就是這樣 你同一個主題啊 其實你可以講好幾遍 大家可以想想看為什麼嗎 因為同一個主題 你講的時候 每一次上來的 聽眾或你的粉絲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留言會一樣嗎 不會一樣啊 所以每一次的互動 每一次的這一整個 直播的品質 或直播的內容 會一樣嗎 同樣主題喔 但內容會一樣嗎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這就是我們希望 直播達成的效果 所以以後你開直播起來 因為有很多人會有疑慮就是說 老師 我就只會 一向專長 或我就只會一向 興趣而已 我怎麼跟大家直播 互動 因為我沒有什麼東西啊 Oh no 你這樣想 這就不是直播的 他的原意了喔 你可以 就只有一個專長 我們假設好了 假設你就是喜歡畫畫的人 那你就在畫畫 可不可以開直播起來 跟大家聊天 可以的啊 對吧 你就喜歡畫畫 那今天上來看你在畫畫的是誰 你就跟他做互動了 或今天你畫畫的內容不一樣 就可以跟大家互動了 那你可不可以唱歌 可以啊 唱歌是同一首歌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啊 其實你仔細看 其實歌星他們也大概就那幾首歌在唱而已啊 可是為什麼他每次都可以這麼high 因為每一次的聽眾 每一次聽眾的交流 每一次聽眾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直播的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OK喔齁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媽媽又來越進入狀況了喔 有些觀念先建立起來以後 後面呢你就會很快速的進入狀況 那這裡呢我要來一個小插播喔 你看喔 你現在看我的課程 也已經差不多也已經快半小時了 有點時間了 台灣人有一個點卡住了 就是說我長得不帥 長得不漂亮 或是我沒有什麼才能 大家會不會不想看我 或我不喜歡我 我現在在問大家一件事情喔 你們知道我衣服穿什麼顏色嗎 我頭髮是長還是短的 你會發覺你現在被我這樣一問你 突然然後就眼睛睜大去 開始搜尋我的衣服顏色喔 還有我的頭髮喔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當一課程開始到現在 你只是打開耳朵 注意聽我講什麼 根本不在意我長怎麼樣 直播就是這樣子 各位有趣就在這邊 如果今天你是平面model 你拍2D的 當然我會看你的身材 看你的衣服 看你的裝扮 但直播一打開 大家是耳朵打開 準備聽你講話 不是眼睛打開 準備看你長怎麼樣 這個邏輯你要搞懂喔 就是他根本不在意長怎麼樣 我只是在意你說了什麼東西 我聽到什麼東西 這個跟平面2D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直播重要的是你講什麼 你長怎麼樣你穿什麼 他根本不在意 根本不在意 OK 所以這個觀念建立起來以後 你就把你準備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就好了 其實他根本不在意你長怎麼樣 好不好 我長這樣都敢直播了 你們還怕什麼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談更專業的東西 直播你圈粉圈粉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圈粉 那圈的這些粉要去哪裡 這才是重點喔 我們的社交平台呢 有很多流量 我想大家都知道 社交平台上有幾百萬人啊 甚至有些更大的平台幾千萬人 但是呢 這一些我們稱為公開的流量 公開的 那現在的直播主呢 他們或是說電商的人 他們現在努力的目標呢 就是要把這些公開的 這些流量的這些粉絲們 把它引流 把它圈到自己的 叫私欲流量 各位可以看簡報這邊寫的 叫私欲流量池 好 什麼叫流量池呢 我們來舉例一下 像餘溫 各位都知道我們南部有很多餘溫 對不對 在嘉義啊 台南高雄那邊 屏東 有很多餘溫 他們養著魚養蝦 那 這個一個餘池 一個餘池 一個餘池呢 到時候呢 如果這個餘溫的餘成熟以後 你就去撈 就會撈到魚 所以在電商領域呢 我們也講池的概念 那這個池的意思是說 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粉絲 進到這個流量池裡面來 以後你有商品 你想要分享給這些粉絲的時候 你就進到那個池 然後分享給他們 他們自然就會知道 喔 有這個商品可以買 那一個池一個池一個池呢 他們的屬性特性是不一樣 我們譬如說假設舉例 這個池都是男生 這個池都是女生 假設這樣子 或者有一個池呢 是男生 但他們是喜歡玩遊戲的 或者 這個池是男生 但他們喜歡登山 好 那這邊這個池 有可能是女生 他喜歡美食的 或者這個池 他女生 但他喜歡化妝品 化妝美妝 美容相關的 所以你必須建立自己的 這樣的流量池 我們講的叫流量池 而這個呢 是私欲的流量池 就是屬於你自己的 好 那他的概念很簡單 沒有很難 像你成立的粉專 你不就會打上粉專的名稱嗎 那你這個粉專的名稱 就會吸引相對 對這個標題有興趣的人 進到這個粉專按讚 就變成你的粉絲了嘛 那只要進來的這些粉絲們 就會看到你發文 你的直播 或者你的影片 你的照片 這一些人呢 就是屬於你個人的私欲流量 所以私欲流量 意思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要建自己的 自己的私欲的流量 你現在就要趕快建喔 因為如果你不建的話 到時候 你說老師 反正我就把東西拿來 然後要在公寓的流量 公開流量這邊去分享 那太難了 跟各位講太難了 為什麼 其實流量是蠻貴的 平台商他們每個月花 非常非常多的錢去買流量 然後給我們免費用 那你可以想像喔 當人越來越多 或當這個流量的價格越高 平台商他會考慮啊 我到底這個流量要給誰啊 一定是給一些優質的賬號 優質的一些人 給他流量 其他的不優質的人 我就盡量減少給你流量 我還是會給你流量 但是很少 所以你沒有發覺 慢慢這幾年 有很多人會抱怨說 欸為什麼發文出去 怎麼我的粉絲沒有看到 或我的親朋好友 怎麼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那是因為平台把你的流量限制住了 或他只給你一些些的流量 讓你還覺得欸 在這個平台有用 但是你的流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未來的公開流量會越來越貴 你必須花錢才能買到公開流量 所以現在此時此刻 大家一定要趕快見自己的私欲流量 這一些是屬於你個人自己的私欲流量 好這個概念呢就是 你一次直播就圈一些人 一次直播就圈一些人 其實你現在台灣確實有些直播主 他們的直播的觀看量是很大的 像Dodo妹 他一次觀看量就最高有到五萬 但是呢人家也是一次直播一次直播一次直播 一次一次的圈粉圈粉圈粉 牽進來到他這個粉專或是社團 人家按讚就會進來嘛 按讚就進來嘛 他也花了五六年的時間 當然最後成果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大家上網去查Dodo妹 他們一個月的營業是上億的 不是一年喔你沒有聽錯喔 是一個月的營業是上億的 他上電視公開講 那他當然做的最好就是他有 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私欲流量 流住的那一些客戶 流住的這些粉絲 所以這裡呢又有一個公式呢 要請大家把它記下來喔 就是我們說引流 引導的引流 就會得到流量 好不好我們的流量 我們大家知道流量 但是一般人都做到這樣子而已 引流然後得到流量 後面還有一個東西叫流量 流下來的流 流量 所以他的公式是三個 引流得到流量 但是你要想辦法把它流下來 那個叫流量 所以做電商第一件事情 圈粉 其實就是要把你的流量 給流下來 如果你做到成功了 那以後你的私欲流量的人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OK 所以留下來最重要 所以直播呢 對我們以後是要拿來賣貨 拿來帶貨是沒有錯 但一開始一定要先讓他喜歡你 他願意留下來 在你這個池子裡面 然後你慢慢的 我們講喔 慢慢的提供他有價值的東西 慢慢的餵養他 就像養魚一樣啊 魚越養越大 越養越粗 越養越大條 到時候 你要撈才會有魚啊 那你的流量池裡面有人 到時候你要分享你的產品 或是你要 請他們跟你一起做 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才會有人啊 所以 現在還很少人做的情況之下 請大家趕快圈粉 因為現在 公領域的流量算還便宜 也不做便宜 現在是免費了 但以後你會發現 一定會越來越貴 你需要花錢 所以現在想盡辦法 其實大家在做 很多的直播 很多的一些 那個內容的 那個發文啊 其實都是在 趕快累積 趕快的去 建立更多的私餘流量 這個方向是對的 大家要趕快來做這件事情 而現在用直播的方式呢 是最快 而且最方便 好不好 來一起加油喔 這一節的內容呢 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節呢 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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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